观世音菩萨 不可思议微神之力 引于过去无量其中 以作佛境 好正法名无来 相传 唐贤通明间 有位名叫慧厄的日本和尚 来到中国 摇利乐许多名山大村 吵败了许多谷刹 河谷台山的方丈 成了莫逆之交 有一天 慧厄在大殿后面 见到有尊 檀香木雕成的观音佛像 那佛像神态安详 冰发眉毛均极细腻 栩栩如生 慧厄站在观音佛像前 看来又看 赞来又赞 连方丈来叫他吃饭都没听见 方丈见赞便问道 法师认为这真观音佛像 雕得你吗 慧厄连连称赞道 好好好 我见不大赛事了 还是第一次见到你 这佛像客宫细桥 把观音大事的神态都雕了出来 真是一尊活的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方丈见他喜爱 便笑咪咪地说道 如有法西欢喜就送你供奉吧 慧厄听了 光芒何时顶礼 他借过观音佛像 喜不自圣 打算回日本去见世供养 让日本众生都来朝拜 你该赌台乡 又有准娃乡 最后从五台山下来 从临江口扬帆回国 这天为了最真心 潭香木雕成的观音佛像 够阳护日本 客船到普陀山海面 忽然发起了口风 我的船东倒西外 直打转 贵厄没法 只好把船 死进普陀山的一个山奥里 薅毛洛番等大风平息后 再走 次日贵厄扬帆起航 可是船刚驶出山奥 海面上突然生起了一团灰白色的烟雾 不断阻碍船船船船船船 只好再次回到 库头山的海面上 把船船船船舶船舶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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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尔随起船东径可没使多远 帆船忽然停滞不前 他低头一看 只见海上飘来一朵朵铁脸花 帆船被团团围在中间 汇尔大经 乃跪于观音佛像面前 习告说 如若日本众生无缘见佛 我定遵照大使所指方向 另见寺院供养我佛 话音未落 忽听得轰隆一声 从海底钻出一头铁牛 边往前游 边吞脚铁帘 虚雨间 海边上就出现了一条航道 正好能够通过一条帆船 帆船水铁牛封面 让观音菩萨定居在普陀山吧 没多久 安堂造好 佛像共救 慧恶等人招募参拜 从此 这尊檀香木雕成的观音佛像 就留在普陀山上 哪只小安堂 久之人不肯去观音院 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